原调题 也有人说 叶王桃是陈毅和素玉桃源三杰义的兄弟 是来辅佐陈毅的 其实叶王桃不是一个人 而是叶飞王碧成 桃有三人姓氏的合称 是陈毅手下三人得力大将 在叶王桃中 有趣的是 叶飞和王碧成都是小哥子 身子瘦瘦的 人也不高 撒一剑 谁也不会想到 他们就是叱咤风云的战将 尤其是王碧成 二 王碧成啥样 1939年11月 江南指挥部参谋汉前程 第一次见到他 后面这样描述王碧成 他看上去很年轻 大约二十五六岁样子 身材不高 体数不胖 脸面嫩白 与我想象中的形象大不一样 不像个能征战杖 英古魁魏的战将 倒像个体弱的小学 教师 当然 这样一个体弱如小学教师的人 在几年前就是红军副师长 王碧成十六岁参加自卫军 后转入红军 在红军中当过通讯队长 排长 指导员 营长 副团长 团长 长征结束后 为红四方面军的副师长 完全是靠一级击打上来的 三 王碧成有多会打 王碧成的枪法很准 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 他是有名的神枪手 百不能穿扬 他还是出名的头弹手 头的弹又远又准 有多远 一般的头弹手都追不上他 有多准 在前方画个圈 他能将手榴弹指哪头哪 而且一定投在圈内 王碧成指挥部队打仗 有一个特点 不怕死 他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 战斗激烈时 他一句跟我来 亲帅部队往上冲 且打仗时从不弯腰 哪里枪升紧 他就出现在哪里 他指挥的战斗 基本上都能打赢 四 他有个外号叫王老虎 1941年8月 在苏北玉华镇大中 急攻点打员战斗中 开始王碧成 把重点放在攻打玉华镇据点 当镇内伪军被歼灭 仅剩少数日军孤首据点时 大中级敌援军赶到 这时 王碧成的部队极有伤亡 老虎团与敌人接触后 王碧成赶到前沿 大叫一声跟我来 亲自冲上去 官兵紧跟其后 奔向大中级 又兼敌伪军一个团 1943年 第十二的团队新成立的新四军16旅发起进攻 口号是 打死王碧成 活捉江卫青 王碧成为16旅旅长 江卫青为政卫 这是